與CLA中國留學生、學者聯誼會和AceEcho、愛思科文化傳媒公司合辦的 EFC與CLA北美留學生、精英會電機酒會 昨天在與CLA舉行,為學生帶來國內外就業的發展 更會為有意在國內創業的學生提供免費辦公室的機會 現場坐滿了事業上紅心部輩的學生 專心聆聽講者在台上分享的心得 歐美金融城EFC負責人華文是酒會的遠港嘉賓 他向在座的留學生介紹歐美金融城項目的情況 他說歐美金融城要打造中國首個海歸社區 他的地理位置在阿里巴巴總部對面 希望吸引回國的人才 帶有創業者的心態 對金融、互聯網和高科技項目感興趣 能夠把好的人才從美國吸引到中國 從洛杉磯吸引到杭州 也希望杭州一些人才、企業有興趣的可以到南加州這邊來參觀、學習、考察 引進一些適合中國發展的模式 有學生就指出活動幫助中國留學生和投資者接觸 增強留學生的信心 鼓勵留學生回國創業是一個機會 令留學生更多地了解國內的發展情況 找到他們最關心的創業資金 歐美金融城的概念 是在中國打造出一個紐約華爾街的氣氛 它以美國植谷、英國金絲著碼頭、美國基金小鎮為標竿 打造出一個全新有活動的創業平台 天牙維持編輯報導